为了欢庆今天8月8号父亲节 新北市淡水地震事务所 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父亲传情感恩拍照活动 民众只要在106年8月8号 来到地震事务所下宫时 对着事务所墙上的电视海报自拍 将照片上传到淡水地震事务所脸书粉丝团 写下一句对爸爸的感谢 并且标记爸爸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物 那其实活动内容很简单 那就是只要来我们本所的民众 然后就是手持着我们的一些道具 然后对着我们的看板 然后把相关的照片上传到我们的FB上面就可以 我们这一次准备的礼物单外 其实就是有一些民众比较使用的一些读卡机 或者是一些造型毛巾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平常 在发放的过程中民众反应还蛮不错的 淡水地震事务所表示 是不少为人子女因为父亲严肃的形象 让在心中许多感谢的话语不敢当面表达 为了增进孩子与父亲的感情 特别于父亲节当天举办父亲传情活动 让民众平常难以表达的感谢之意 透过活动将心中的话传达给爸爸 同时期望借此活动能够促进家庭的亲子关系 这样好像都有祝福到来敲工的爸爸们 祝父亲节快乐 其实一般中国人比较保守 所以其实通常如果对父亲他们有一些感谢的话 也不太敢当面去表达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让民众把他们对于父亲的一个感谢能够表达出来 那同时呢也希望借由这样子来推广我们本所的FB 因为其实我们FB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 那里面有其实有蛮多我们的一些宣导的内容 主任表示地震事务所掌持土地登记等相关业务 为了确保民众财产权益 一直推动各项地震业务以及辩明措施 因此更在今天8月8号这一天举办父亲传情活动 除了旅行社会责任义务并且借此宣导各项地震的业务辩明措施 更要祝福全国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记者是端一带视频报道